近日,消息人士揭露25號山西林芬境內 玉梅鐵路工程隧道發生嚴重大爆炸事故 但這期重大傷亡事故卻被山西當局封鎖 而非官方消息表示 已知有60人不幸罹難,多人受傷 美國奧勒岡一名女子在萬聖節裝飾品盒內 發現來自中國瀋陽馬三家勞教所的求救信 引起了西方媒體的持續關注 投資者《商業日報》表示 美中貿易關係是一個巨大的奴隶帝國 內蒙古阿爾多斯市西漢古城遺址 發現一處大型的駐前方遺跡 挖掘出總重達3500公斤的古錢幣 有助於研究西漢至往往時期的社會經濟與貨幣制度 日本炸房雪季、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歡 挪威滑雪節和中國哈爾濱的冰雕展 堪稱全球四大國際冰雪節 哈爾濱冰雕展將率先從1月5號開始 展出為起一個月 新唐野海電視這裏報導